高雄市有一间派出所的女警 昨天晚上七点多巡逻的时候 看见有小偷摸黑在暗河旁边偷铁链 嫌犯见到了女警拔腿就跑 女警也冲啊 以跑百米的速度 一路追了两百多公尺 嫌犯最后竟然跳进了爱河里面 没想到刚好一跳跳进了女警 被她活歹 发现她的时候她是蹲在这里 真的应该拆一片 圆滚滚的大眼睛 一头俏丽的短发 她就是以跑百米速度抓贼的霹雳 看到嫌犯她是蹲在这边 正在拆铁链已经拆下来了 还有哪一只铁钳当工具 她有发现警察的时候 她立刻沿着这个自行车到这边 拔腿就跑 高雄爱河旁的铁链全都被拔光光 因为一名小偷偷了六七条铁链 准备变卖 没想到被卸竹筋撞见 拔腿就跑 女警狂追跑了两百多公尺 嫌犯还腿软跳进爱河 这一跳正好被女园警活歹 一位热心的民众 她本来是在公园里面 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过 那个女生的警察在追犯人 她本来是在看这闹 后来就加入这个追逐的行列 绿色塑胶袋中 就是嫌犯偷来的铁链 幸好女园警机警抓贼 否则保护安全的铁链被偷光光 万一有人坠落爱河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整天新闻王嘉静学会文高雄报道